安徽人在上海的数量为何如此庞大 安徽人在上海的口碑如何 原因有三个 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历史渊远 那么时间回到清朝初期 全国那个时候开始设立省为单位 那其中当时的江苏 上海还有安徽这些地方 都被化作了江南省 当时的江南省可以说是全国 最富裕和最发达的地区 光是这个赋税就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后来为了平衡一下实力 江南省也是被分为了江南左和江南右 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和安徽省 因此这个历史的原因 也使得安徽和上海 一直以来这个关系都比较紧密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安徽人的集群带动效应 那这个主要就体现在很多安徽人 比如他们整个村或者整个镇 都会一起来到上海 做某个行业的生意 那么这个势必就会形成一种集群效应 那么其他的安徽人 也会跟着过来一起做 那么这个也主要体现了 安徽人的团结 毕竟团结就是礼良 我赚到了钱也不能忘了兄弟姐妹 大家一起赚钱 那第三个原因 就是上海的吸引力比较大 那你好比安徽到上海的距离 是相当近的 那么来回的车费和路费 相比其他大城市 就会要稍微便宜一点 而且距离近的话 你回家一趟也会非常方便 再加上整个长三角地区 上海的经济水平 的确还是相对会高一些 那么自然而然人往高处走 那么安徽的很多朋友肯定更愿意来上海发展 毕竟上海的工资还是会相对高一些 而且你可以选择的行业也会多一些 再加上娱乐活动的面也会更广一点 好了朋友们 那么以上这三点就是我分析的 为什么安徽人在上海人口这么多的原因 那么说完了这三点原因 我们再来说一说 安徽人在上海的口碑怎么样 那么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带有一些刻板印象 好像就会说什么 哎呀你们上海人都是很高傲的 看不起人家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呢 真的这些真的都是一些刻板印象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也算是一个历史原因 因为老早呢 客观事实上来说 这个上海的发展呢 的确比安徽呢 要好一点 上海人比较富 安徽人呢 可能相对来说啊 没有这么富 因此当时很多安徽人啊 都会来上海寻一份工作 那么干这个体力活 还有服务性行业的呢 就会比较多一些 但我说的这个情况呢 是比较早期的一些时候啊 那你看现在呢 实话实说啊 这个安徽人和上海人之间的差距啊 可以说是越来越小了 甚至很多现在在乎的安徽人 比上海人还有钱啊 脑子还更活络一点 所以你说到底是谁看不起谁 我觉得这个现在来说啊 真的是不一定了 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大家谁都不要说 谁看不起谁啊 我们大家的格局啊 都是比较大的 大家都是中国人啊 谈不上这些 你就好比我有几个安徽同事也是啊 像我刚实习那块 我的一个师父就是安徽人啊 他呢就是人非常老实 而且呢非常热于助人 像我很多东西不会呢 都会请教他 他呢也非常热心的会帮助我 经常我下班回家呢 还会送我到地铁口啊 大家都是像朋友一样的关系 还有包括我之前啊 很多同学也是安徽的 我觉得他们 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啊 这个气质还有形象 呃都是蛮不错的 反正最后呢 也是要感谢这些来户的安徽朋友们啊 我们大上海的发展呢 离不开你们 我们的各行各业呢 也是缺少不了你们的从业 包括这次我们上海疫情啊 这个安徽过来的物资啊 也是非常多的 在这边呢 也是要再次感谢 好了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大家觉得 以上我分析的这两个问题 呃有没有点道理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讨论 喜欢秋库的 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我们下位